来关心今天礼拜三的天气 今天早起的观众朋友提醒您 东北季风今天又再增强了一些 今天各地的感受都比较凉冷 提醒早起的观众朋友 尤其等一下要骑机车上班上课的 务必要记得加件外套了 另外今天北部跟东部地区都容易下雨 提醒北东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记得携带雨具 今天的迎风面云量都偏比较多 在北部跟东部提醒大家 全天都会是这阴雨绵绵 全天是凉的天气 今天在中南部地区天气不错 白天都还是有阳光露脸 但提醒这夜温差很大 已经来到了10度这么多 早上比较凉 但是消货阳光又会出来 今天平地的最低温又再下探了一些 出现在新北市的石堤只有16.3度 今天在宜兰的罗东也来到17.3度 桃园的大溪也来到了17.9度 明显都变凉了 也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今天气象鼠针对全台12个县市 发布了强风特报 尤其要提醒从今天下午开始 包括在这桃园到云林地区 都容易出现10到11级的强震风 在基隆北海岸这边 也有邻近比较大的风浪 提醒大家海边活动格外当心了 马上我们来看到 今年第22号台风 银杏它的最新动态 银杏在昨天已经升格成为一颗中度台风 大约落在中段班 不过最新消息 目前看起来这颗台风 对台湾的影响不断地在下降当中 目前阿德威这位在俄兰比东南方 大约640公里 但是受到北方冷高压压制的关系 所以这颗银杏开始偏西在移动了 预计礼拜五礼拜六 它会通过巴士海峡 或是菲律宾的旅送到北端沿岸 紧接着大约在礼拜六左右 它会进入到南海 所以目前看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越来越低 它的暴风圈大约在礼拜五的时候 最接近我们台湾 大约会落在距离恒春大约120公里 其实距离海景线并不远 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 只会对这沿海地区带来比较大的风浪 还有迎风面的降雨 今天要特别提醒 受到东北击风的影响 在北部跟东部全天都容易下短暂雨 气象鼠针对了基隆北海岸 在台北尤其南港一带 以及宜兰和新北市的山区 发布了大雨特曝 尤其提醒山区的观众朋友 要留意瞬间的大雨造成的摊坊情况 来看到未来这几天的雨势会如何下 今天明天受到东北击风的影响 在迎风面雨势都会比较大 到了礼拜五开始 最新的降雨预估 看起来这颗迎信台风 要跟东北风潜先共办效应的互动 没有原本想象中的这么明显 但是周五到周日 迎风面地区还是比较容易下雨 要到了下周水气才会比较减少 那么提醒大家这温度还在持续的下探当中 从今天开始预估一路要冷到星期五的清晨 明天礼拜四的早晨还会比今天再更凉一些 会是入秋以来基本上最强的一个冷空气 明天在北部的低温 最低温可能只有17度左右 中南部地区的低温也大约落在20度 日夜温差来得比较大 到了礼拜五 东北击风减弱了 温度才会慢慢的回升 今天星期三的天气小叮咛就提醒大家 在北部地区今天全天比较湿凉 要记得攜带雨具 中南部的日夜温差比较大 沿海空旷地区要留意比较强的阵风 我们来关心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